腊肠到底是晒干还是风干的,10个人9个错,难怪又硬又干,而且容易发霉 教你正确的方法,这样做出来的腊肠特别的香,而且呢一个星期就可以吃了 我今天做的是咸香味的,这个肉我要卖油的老板给我切好了 我这里是实际肉,放了大半叠的食用盐 调味料是根据个人的口味去调 如果是喜欢吃,稍微咸一点的可以多放点食用盐进来 放了食用盐之后,再放这么一小碟的生抽 然后再加一小碟的白砂糖 放点白砂糖进来,这样做出来的腊肠会比较鲜香 10斤的肉加大概30毫升的高度白酒 加高度白酒呢可以去腥增香,还容易保存,不容易坏 把调味料全部抓拌均匀之后,腌制大概5个小时,可以提前一个晚上腌制好 腌制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就比较入味 接下来准备肠衣,把肠衣用清水反复的清洗干净,里里外外清洗个几遍 把肠衣清洗干净之后,用高度白酒泡大概10分钟左右 然后再用清水清洗干净 把肠衣清洗干净之后,控水捞出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做腊肠了 把肠衣直接套入灌肠器,然后给它打个死结 然后再把肉直接灌到灌肠器里边 上边给它扭紧之后就可以直接灌肠了 灌好之后给它整理一下,然后给它扎成小段的 扎好之后一定要记得用牙签给它扎点小孔 腊肠不要直接放阳光底下曝晒,这样温度过高容易坏 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给它吹干 如果放阳光底下曝晒,这样做出来的腊肠特别的干 而且如果是风干的话也可以缩短时间 个把星期就可以吃了 风干锅的腊肠不容易翻眉,而且吃起来也比较香 风干了之后收起来放冰箱里边冷冻起来 可以放到明年 我今年做的这个口味的腊肠味道特别的好 属于咸香味的 把腊肠放锅里面蒸好之后可以直接享用 也是特别下饭 这样做出来的腊肠咸香适中,有股淡淡的酒香味特别的解馋 喜欢吃腊肠的朋友赶紧安排上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